平面上有一直线斜律为-3,且两截区的合为8,求此直线方程式 这条件事,那么给我们平面上有一条直线,它的斜律告诉我们是-3 所以根据斜律,我们就事先来把这条直线方程式假设出来 所以我们就假设这条直线叫做L,那么它的方程式我们就假设是Y 那么等于斜律是-3,再乘上S,那么再假设它的Y结局是K 所以之后我们再来求两个结局的合,现在已经知道Y结局是K了 我们再来求它的S结局,那么求S结局的意思就是把方程式 那么令Y等于0,所以我们就求的-3S,再加K等于0 所以求的S结局,那么S的意思呢,那么就会等于3分之,把这个K移到右边 这到S结局就是3分之K,那么接着呢,题目又给我们条件是两个结局的合是8 所以我们求的S的结局是3分之K,那么再加上Y的结局 我们刚刚假设的时候呢,Y的结局是K,所以这两个结局的合,那么会等于8 所以呢3分之K,加上K,我们得到呢是3分之4K,这个值呢等于8,我们来求K的值 那么求K的值的时候呢,首先我们就可以把它约分化减 同时呢除以4,所以这里呢1分得到呢是2 那么因此呢,我们就求的K的值,就等于3乘2,我们得到呢是6 求的K的值呢等于6,我们把它带进来,那么因此呢直线L,它的方程式 就是呢Y等于-3S,再加上6,我们把它呢换成标准式,把-3S呢移到左边,得到呢是3S加Y 把6呢移到左边,所以呢-6等于0,那么这个呢就是这条直线的方程式 所以题目呢要来求这条直线方程式,我们计算求的,方程式呢就是3S加Y-6等于0 这个就是我们的